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念大米 我们今天的节目口味 是粉饮香 炒台中香 又淘了一些疑难Q 要请大家做会关心 我们农业农村的大小数 一开始先补一个 我们的工资 让我们最90分钟的口就合到好感受 说到我们农业生产价 定要赌到 整出来的农村品不符合市场整个 生产比较少的 想要做成农村加工品 拿生产品的附加价值 不过大家都会想 只是没什么价值 因为农村加工品 没那么简单 比如说你想要点厨年自己生产 才是要交给别人带工 如果自己在厨年生产製造 就会遇到一些发贵的问题 这方面你敢有够了解 不过若是够合法在实品唱来带工 感觉就万无一失 甚至要买的时候 就要更注意 很多美美各个的事情 我们在播中 抹访问何时机創办人谢生佑先生 谢老板和他的伙伴梁哲嘉先生 这几年都很用心在提供 秀行生产家的食安管理 食安管理 他就给我们提借 小型生产者自主管理 这件事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像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管理好 我们的风险感觉是很低很低的状况 我今天就算我今天要做一个 修形态的小股经济 说也可以继续等等 这是第二 第二是说 我们今天我跟这个管理之后 我刚才说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管理之后 就表示我前端的行善都可以标准化 所以标准化不是说 机械的行善就什么 不是我们今天手作 也是都可以把他流程很清楚的制定下来 这制定下有什么好处 你以后要传承 有法导传承 对 你说我今天手作师父对不对 你要教你来站在我的旁边 可以看整包也看不 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制定记录下来 别人也很容易传承 BJ 发线到老高一样 我能够做好 其实他要传承也是真好的一包 所以我认为说 管理它的重要性 面向其实很多 有些时候 我们会做错误的逻辑连结 刚刚你管理就是要量产 就是要正通路 不是并不是 管理之后你也可以为期 是很少量的行善 但是你把这个管理之后 第一你对你的消息者 你有很好的交代 第二你对你自己的制定 可以更有办法 第三你还要传承 你后面要传承 有可能变成一个文化的资产 所以这是多面向的意义 所以不管是关联 那才是作法 透过钢造的方式 实在操作给大家看 做会儿效果又更好 白过车又要开口了 大家要把机会金布苗 总共有三兆 花蓮台当和家里 这次的面前叫做 农产加工好生意 秘辛分享会 关联的重点包括说 我们的作物 三兆如果较少 品行较多 这会有适合作加工 那是说 路过临 价格的 这些是太过色的 这会有适合作 食品加工 另外说到 我们小规模生产者 说一定就要成立 食品工程 这些是 我们要如何 跟食品加工程合作 要注意的事情 定定 尤其针对食品安全风险 食品安全 这方面的风险 那也是一定要给了解 这次的工事 是两者这些 他在这方面的经验 和研究都非常豐富 要让我们修行三价 在九十分前来 把这些妹妹 各个目好清楚 要够团修一些 似乎 最后 最重要 跟大家说 时间的第一点 八月菜八八父亲节 这天 八月两点半 是在花园 富丸 果子侠 农创 国品 这个地方 八月菜九 晚上七点 是在台湾 晃晃 二手书店 还有八月菜十 第三点 这是八月两点半 在家里 博地 崇美农场 网络上 报名是 找这七二 农产加工 好生意 对当 找到活动报名的网页 他才是 在这下电话 去找一位 钟先生 这样最快 他的电话是 0933 798 331 0933 798 331 有需要的朋友 关键的 八月机会 报名哦 走独流 流车小旅行 楼 走 走独 农村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我们今天 要去读一个农村企图 交给 赵小孩 他叫做 王健浩 我们来请 分临 好位 这个 王同学 给我们推荐 今天来 一起讨好 健浩 你好 好位 以前是 藤匠 藤匠 唐燕 发达的一个 所在 所以 有很多 日本 流下来的 一些 更对 那 目前 其实 政府 有很多 活泼化的计划 一些 像 好位 现在有 古书冠 有用 翠格 其实都是 把一些 日本的 口渣 然后 经过 整修什么 然后再 把它 活泼化 其实像 古书冠 你 除了 你去参观 你说 日式的 老房子 以外 它里面 有很多 活动 包括 付费的 导览 也好 所以 你只要 去一个 所在 如果 后卫 你只要 来 扣书冠 你大概 后卫 要去 他就 都 我自己 说了 哦 你 你跟我说 你小时 去哪里 算 日本 这种 小时还好 小时都去 餐人 算 但现在 餐人 不 以前 真的有 鱼 有鱼 可以 勾 你小时都会 勾在 手 你看 那些鱼 其实 你会 很 猪 但你现在 去 草 真的 找不到 什么 抓年 秋 那些都 甘 都活动 钱 放下去的 对 我眼泪快 掉下来了 健浩 你知道吗 我在 在 厂家 有时候 会听到 现在都 没有 虾 不过 我们四个 的时候 虾 虾 都是 我在 访问 其老 访问 其老 才会 说 健浩 你年纪 轻轻 你就跟我 讲 你小时候 有的 现在都 没有 我们 小时 还 很 厂家 旁边 就 我们 厂 最高 里面 真的 有一些 虾 什么 对 所以你做一个 虾 小孩 现在有人 要来 你们 厂家 你会介绍的是 那种 更新的 老建物 繁新的 故事 因为虾 以前 真的 在 雯林 地区 来说 因为 唐叶的 关系 它真的是 一个 很 发达 的 都市 所以 历史 建筑 等于 大概就是 整个 虎 伟 其 若的 一些 见证 所以 包括一些 建村 现在 重建 还有空军基地 这种东西 有时候 你跟他去看 看一间厨 就没有了 老实说 我也没想想 看一间厨 小人看得大 可是 像故事馆 我就觉得 它很不错的地方 就是 它除了你进去以外 它会讲一些 虎伪的故事 当你做一些 虎伪的导览 我 也不然 有些事情 我肯定也不知道 不不好 可能也不知道 那些事情 有点辛苦 还是怎么样 所以 如果说有些游客啦 我真的还蛮建议 他们去故事馆 他们有时候也会定期办一些活动嘛 不过那个可能就是 你可能要先上网去 去查 我他们顶礼拜 再带 先去 用鱼 去雷餐 在那里的缠 没有啦 我们平均的缠 因为这样就是有办法 但是你可能 他们有很多的活动 那你如果去 你有去关心他们讯息的话 其实 他有很多活动是可以参与的 对 也是让农村风景 更变得要更多元 对 不然你去 你也不知道 对有 你如果像那边看 你也不知道 对有 你去问他们就会知道 我刚刚这种故事馆 开始是不错用 也就是那个资料 对对对对 还是说导览的人 对对对对 有说有差啦 那一栋建筑物在那里 看起来 很古早味 就这样而已 不可以 如果可以多知道一些 而且他们真的还蛮深入 突围这个在地的文化的一些参与 不是说一个很 可能只是敬害的那种 那种展览或是什么这样子 对 谢谢今天的农村小旅行 推荐人是海参食堂的老板 王健 等一下节目回来 我们还会请他跟我们分享 更多他在做的事情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 你的代价怎么说 健康 健康 你如果说干嘛 你自己叫 我叫得很奇怪 贞号 贞号 我也要来看看 你等着想听的是青龙市级 王健的支部 我们今天支部来了一位 为婚姻 好美来的贞号 在那好美照条的人 一听到贞号 应该就都知道是什么人 你感觉这样贞号 稍微看了 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 菜池的比较适 我说了有较夸张 有较笨诡诡 但是你阿公阿嬷都划贞号 从小人就这样划 好 我们也是要 那个名正言顺的介绍 今天的来宾 王健浩 各位支部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感谢你 我们在贞号 在在婚姻 开一间餐厅 叫做海参食堂 海参食堂的台语 海松食堂 哎呦 不真正的 好 海松食堂 在在婚姻 这个地方 大概第三年而已 差不多 你的爸爸是中泡塞 但是你开这间餐厅 其实主要 你一开始是因为 他也有想要做餐 是吗 应该是说 餐厅是为了要做餐 就去做的一个工作 因为在做餐 对到同一段问题 就是买不会出来 不知道买什么人 如果开一间餐厅 会不会同贱 这样 自己擅长的东西 自己可以买 这样 本来做农夫 才变厨师 但是你DNA来面 并没有农夫的DNA 我完全不能进采 所以我就 打个大问号 有什么 是先变农夫 不是先做厨师 因为爸爸还是中泡塞 因为 自小和接受 自国中就开始 帮忙切菜 幫忙處理很多複雜的事 所以小時候就是一個感想 就是我大小絕對不來做的 因為實在太累了 我本身是對一些生物是比較有動物 比較有興趣 魚仔什麼的 所以一直做的工作就是都含這個部分比較有關係 還有去屏東的海生館去做企鵝的伺獄 伺企鵝 去伺企鵝 伺企鵝 伺企鵝啊 伺企鵝啊 今天學到很多台語 對 後來你跟一個年月 人也是想要在高雄 但常常不知道要做什麼 你慢慢發現進產和生態好像是一個還蠻有結合的東西 自己有接觸到一些東西 自然農法 本身完全沒種過田 可是一踏入農業可能就是用自然農法這樣 為什麼怎麼走經走這麼快 對啊 因為你考慮到生態就是不用農藥 不用除草剂 不用化學肥料 那這樣子的種植方式 你會覺得其實做出來的東西真的是特別好吃 我們剛才說一些東西 古早的煮味 像現在很多像消防瓜 你如果用肥料用這個 吃起來就 苦苦小小 但是你若是 比較自然的方法去製作 製作的那個消防瓜 其實很清甜 趁一吃就像整隻一樣很清甜 這在你做農夫 這是說做廚師進展 你就會去體會這種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現在堅持說我真的要做產 我一定就要用一些像自然農法 像這種比較天然的方式來做製作 喔 不過那當中是幾歲的時候 差不多五六年前 差不多三十五左右 是 轉換的那個契機是什麼 會為海生館的這方面的工作 對啊 其實當初是單純一點來講是想要回鄉 回故鄉回鄉下 重點就是鍋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很多如果一些朋友鍋都去工廳去什麼 但是你會覺得說 要工廳我也不一定要在那裡 你自己想要做一些東西 只是說有興趣 但是根本沒有去接觸到 既然就在高雄啊 應該也搖不去 就比較勇敢去做看看 去試看看 是 所以做看看 試看看 會變成是開一間餐廳 這間餐廳也開得這麼多有的特色 簡單的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重點就是 其實營沒問題 通常問題是買 第一次營 整個營餐廳的 我朋友啊 店長就會買嘛 網路啊什麼的 但是一次兩次之後 你會發現說 網路買不還 好像是一件 有點難度的事情 一般小家庭真的也不太 有能力一次買那麼多的 那個玉米 你的東西因為你是自然農法 所以你的賣相什麼就會比較慢 所以你如果去菜市場 基本上 介紹也不好 慢慢有點受挫折 你蒸出來的東西 真的不喜歡吃 但是賣不去處理 有一點 有點毒氣 不然我自己賣 自己開餐廳自己賣 很簡單的一個推論就是 好不然自己開餐廳自己要煮來給人家 因為量太多了 你不可能收賣賣不去 對啊 不過你自己知道 那是一個更大的空 對 很恐怖 很恐怖 你從屏東回鄉回鄉回家 做餐廳的時候 基本上我聽起來 你就沒想到很清楚的人 對我都想到什麼做餐 你怎麼買不出去 也是買給他想到很多 就要來開餐廳就對了 基本上自己有些基本工 就是煮菜什麼 其實都不錯 只是說因為 小時候的經驗 讓你沒想到自己去煮吃這道 但是你就賣掉了 沒做不行 你也像這個 算你比較專長的東西 那有時候人家講 可能是天賦或是什麼 那你本身就是 再把它發揮出來這樣 你也相信自己有煮一個天賦 是不錯啦 你們爸爸總補師 怎麼說 其實小時候就是 都會處理到板頭什麼 有時候 我叫我小時候 再把他黑白煮菜 煮完肉 那一個菜應該可以拿出來板頭用 等一下 你說你黑白煮菜 我看食譜 看電視 看一看 就自己煮 煮完肉 我爸就說 這氣味就不錯 板頭就可以做一個菜 你說你爸爸拿這種菜出來 就給人騙 開玩笑 所以你在回來婚禮的時候 說是要做餐 你爸爸怎麼沒有跟你說 你為什麼不在這裡做 沒有人贊成就對了 就沒有人贊成 沒有人贊成你當農夫 對對對 所以你一個說要開餐廳 爸爸媽媽是開心 還是煩惱比較多 也是煩惱啦 對啊 其實都有啦 只是說 製作比你進產 是更穩定一點 但是那種疼實在是 對 沒辦法比較 對對對 有人說做農 就在在疼嘛 你還可以做裝破甩 開餐廳 而且你是兩個間在做 真的是頭髮判的 對 我們要繼續了解的是說 畢竟餐廳是繼續做 餐廳也是繼續開 這間在婚禮的海生食堂 其實你們還有分店 還是海兔食堂 他算就是一個 我們最終目標還是成為 那個農產指教所 那他有一小部分 就可能拿來做一些 小農食材的販售的地點 我的一些朋友 一些農友 要有種東西 他們拿來 我可能就幫他們買 一些米啊什麼 所以海生食堂是 生氣的餐廳 海兔食堂 就更延伸多元服務 對 不然我們就聚焦在海生食堂 所以這個海生食堂 餐廳一個開下去 你是怎麼想說 你的餐廳的地殖 要做 你就會做到 知道跟別人一樣 因為廚房店 是完全不一樣的 開海生 廚房的廚房店 就是目的大概就是 每天能夠 使用多少量的蔬菜 因為農業商 當然有通過的問題 就是銷售 情供賓一些朋友 其實都有一樣的問題 像農民自己其實也不錯 可是他有一部分就是 農民又要自產自銷 對 如果不可以買 不可以公告書的 就比較輸人 那我們還是希望說 有個地方 就是讓農民 他就是 剛才有修行客來 我們就可以賣掉 買賣掉沒關係 我們餐廳可以 全部都用掉 所以那時候 比較堅持的一點就是 不使用調理食品 當然如果一些蔬菜 周遭都沒有人種 你可能還是會去傳統市場購買 不過像是一些 調理食品類的 就是都不使用這樣子 胡亂說完米粉 便宜就對了 不去使用這些東西 所以這是創立的 最基本要走的這條路 供應的食材 是來自這個方式 對對對 這樣要堅持 應該是有 感覺說 很難堅持的時候吧 對啊 比如說你如果 買友善食材 那種沒有農 藥的一些農產品 像那個紅蘿蔔 那十年了真的有夠肉 人家的紅蘿蔔 都一條滴滴 我買的可能是五條的 五條的紅蘿蔔 公圖人看到都會夠美 因為很難生 很難生 很難生 還要減生 對啊 這意思是說 你也是特別會來 極其友善環境 這種農產 是嗎 對就是 基本上身邊的一些小農朋友 他們大部分都是有餐種植 我們今天在訪問的 我們在開港的對象是 雲林好未來的王健浩 健浩在雲林這裡開一間海生食堂 都支持在地的農友 主要自己也是正宣伴 所以雖然說 爸爸是總補師 不過健浩自己原本 所想要做的是 先做農夫試試看 我們現在聽到這裡 覺得說 說實在 真的心裡頭有個夢想要回家鄉 想要做點什麼事 也好像真的不用想太多 你看健浩就活生生證明這件事 你看 他在做三年了 現在節目 電視台也給他採訪 現在我們在教育電台 青農事節 那樣也快點把他搖起來 所以健浩在說 你做對了什麼事 還是做錯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一天到晚 現在很多人好奇你的故事 你覺得 其實很多身邊很多農業朋友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半工半農 就是一般 一般去工廠上班 一般去從事農業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大概就是收入的問題 那如果你不走 一般的慣性農法 就是噴灑農藥的方式 你說自然農法 那個產量還有銷售 都要農民自己來什麼的 那其實對收入是一個很大問題 那像我自己本身大概也是 就是半農半工 一半就是餐廳 一半是農業這樣子 那我們大概還是一直想辦法看 是不是一次可以解決很多人的問題 這樣子 對 你是帶著這個心思的 對對對 其實你當廚師 當農夫 然後對於這種環境的意識 還有你說一開始其實從事海洋生態工作 這方面 你為什麼會在工作生涯裡面 其實都那麼在乎環境這件事情 那個源頭你可以聊一下嗎 源頭 這聊很久 很久是不是 三分鐘就好 三分鐘 就是 其實跟教育有關係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動物 想去念跟生物有關的學系 所以說不行 你一定要去念電子電機資訊什麼的 對未來比較前途的 可是你真的出來工作以後 你真的還是會順從自己的心意 去做那一方面的工作這樣子 然後慢慢的 如果你真的對某些事情是有興趣的 你自然會投入 那你關心動物 你自然就會關心生態 那你關心生態 你自然就會去關心一些 對生態比較好方式的 包括農業啊 包括一些環保問題啊 包括所有的問題 那只是在這麼多問題裡面 找一個方向去前進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從農業跟飲食著手這樣 因為你堅持的這件事情 其實他像是友善環境種植的作物啦 這些其實連帶的成本也都比較高 你在處理售價啦 行銷這件事情 在農夫的問題上遇到行銷 在厨師的角色一樣遇到了 對所以基本上我那個 這個角色不只是矛盾 而是三個面向 我自己是生產者 那也是精英者 那也是消費者 那你生產者當然都希望 我當然希望跟農友的 賣的價格都是好的 可是如果經營者 我又 我要壓他們的成本 那我要面對消費者 消費者太貴 他們又不想買 所以你就大概 這三年 其實已經開三年沒有錯過 這三年幾乎 每個月都還在想 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去 那 像我們店還蠻有趣的就是 那個飯有兩個選擇 就是慣性的安全用藥的米 跟友善種植的米 那一碗10塊跟一碗20塊 我覺得你這個老闆心很壞 就你自己心情糾結在很多地方 你也把它轉移到給消費者 你自己想啊 你想想看 對你要不要吃有農藥 當然它還是安全用藥 它還是很照顧它的農作物 沒有錯 可是我另外一方面有一個友善耕種的 就是不用農藥跟除草劑的 那10塊跟20塊 其實也不會真的差那麼多 10塊跟20塊的差別 對 那你客人你要自己怎麼選 你自己就去選嘛 對啊 讓你們自己選擇 這樣 老闆老闆我請問一下 選哪一種的比較多 欸 就是 慣性的比較多 喔 需要是比較重要 便宜還是比較重要 對 還是最重要 真的 對對對 我最近在你的FB 看到你探討了四個字 還剩一剩一副 只剩一剩一副 只剩一副 叫做物美價廉 物美價廉 對對對 你剩一副 真的很愛念這個老闆 對 聽說你的客人來餐廳吃東西也頂給你念 沒有啦 沒有念啦 就可能會聊天 可是聊到後來都很沉重這樣 客人都會默默吃飯不太理我 對 那我們今天趁著大家那個晚餐之前 先念一下 先念一下 對 你對物美價廉在抗議什麼 應該這樣講 其實現在有機的市場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小 很多有機商店啊很多 可是 這些消費者消費的方向是很內在的 可能為了自己的健康 為了養生 為了一些很內在的問題 去做這消費 可是 對於外部的 比如說生態啦 比如環境 他們其實也不是那麼在乎 他們不太在乎那個區塊 那就變成說 價格會決定一切 通常會在乎健康養生的人 就是收入可能會高一點點的 或通常比較多 像我們一些做這樣的朋友 就吃醜肉就不會有 對 可是這件事情好像就變成說 有點奇怪這樣子 那不管你是哪個面向 其實最重要還是整個生態環境 整個生態好了 你的農作物自然就好 你水是乾淨的 這邊我可以稍微 講一下那個 我有一個朋友他們在台西 他也是要做油機農園 可是那邊的水可能 重金屬含量比較高 他為了這樣子 他必須要用自來水去灌乾 我們每個人聽到都覺得他瘋了 可是他就是他也很有熱忱 他覺得他多付出一點 對可是相對的 如果我們的環境污染沒那麼高 可能他就不需要這麼多的負擔 所以說如果我們在消費上 在思考上 就除了說很個人的因素以外 你也去考慮一下說 我買這個東西 雖然他可能真的不是那麼特別好吃 或是特別健康 可是這個東西是對整個社會環境好的 那我們願意多花十塊錢 多花五塊錢 去支持這個東西這樣子 對 你有時候會在你的客人吃火鍋的時候念這些 是不是 有 對 超多意思 還說他們都管我進去切菜 不讓我出來 對 客人 客人客人一到餐廳 門打開就說 老闆怎麼在那 不在那這麼快的去我吃飯 對 但是你打飽應該都是在廚房裡不可以 對對對 所以一邊忙 可是腦袋瓜沒有停下來 對 那三年來到現在 其實這個餐廳他追求的 還有你當時立定的 覺得應該往哪裡走 我們都聽得很明白 那堅持了三年 會遇到的一些這三年過程裡面 會遇到過的挑戰很大的 印象深刻的 印象很深刻的 我們可能就是以天然食材為主 那有一年大概 真的是因為颱風 我們真的買不到任何食材 那一陣子 快一個月 兩個禮拜 那客人就會跟你抱怨說 為什麼 就是大概都只有一些根莖類 跟一些地瓜 大概就只有這些食材 你也很難跟客人解釋說 我就買不到東西 好來用 所以那個食材的貧乏是一個 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啊 那大概現在做法就是 跟更多農友 希望 也不能算契作 就是跟他們講說我們的需求 他們就盡量種我們 可以使用的 那我們就盡量分攤風險這樣 那哪個人沒有 又有一個朋友 文師又被那個 台風刮掉之類的 另外一個至少還有這樣子 對對對這些風險 他都是也帶來成本的風險 對對對 可是開一個餐廳 那種要衡量的狀況 你因為自己設定的那個食材來源的標準 對他 對 陶貝你怎麼一直在翻很大石頭 給自己擋住 給自己砸腳 對就一直 你就覺得好像 其實我們還算穩定啦 可是每到一個程度 就好像店面 就是店的生意穩定了 他有點小獲利了 你就會想那我應該可以再做什麼了 哦 你會不斷的提高成本 貪心 對最近又找了那個 那個平式的雞的雞蛋這樣 什麼是平式 就是不是用格子龍式 比較像放羊 對對對 然後整個成本又再雙倍一次這樣 對 從米然後 不斷的 就很多食材 那你可能本來就認識這個農友 可是你可能真的覺得說 就預算還不到那邊 可是你覺得利潤好像有了 馬上又再追上去 等一下 可是你的單價也要跟著調整嗎 沒有啊 這個老闆 這個老闆 我今天跟大家說 這間餐廳在哪裡 就是完全都不計算成本的這家餐廳 有啦還是有啦 只是很糾結 利潤微薄 很糾結啦 因為感覺你想實現的事情更多 不是說只要開餐廳賺錢 你說剛才你想要一次可以達成 可以照顧 對每天使用量 對每日我這家店面可以 大概可以用掉多少量的蔬菜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根本的 所以相對於萊克素要更多 當然有酸過啊 那個如果單價都提高 這利潤會增加 可是相對萊克如果變少 你能使用的量 就會減少 那好像跟當初的想法是 完全不一樣的 對 那如果能把農友消耗的食材 能夠消耗的很多 那我就有本錢去認識更多的農友 那對未來如果真的要走 農產直銷所的話 那個你的資源就會更豐富 對 聽到耳朵會亮起來的關鍵字 農產直銷所 等一下也會介紹這個部分 今天訪問海參食堂的老闆 王劍浩先生 曾浩阿公叫你曾浩 我們這間餐廳是在 雲林浩貝町中號路77號 雲林胡偉鎮中校路77號 這三年以來你有印象中最開心的 是什麼 什麼樣的事件嗎 也還好啦 就是都差不多啦 最高興是第一次把那個南瓜 就農產品賣出去 嗯 那個瞬間真的會覺得 對 人家都說你開餐廳 然後你買菜 哪有人要給你買 可是真的有人就是來 來你這邊覺得 喔你的南瓜真的很好吃 跟他在外面吃到的是不一樣的 那他願意買這顆南瓜回去自己煮 這件事情會讓你覺得 對你在做的事情是可行的 等一下 你意思是說 你出菜裡面的那個南瓜湯 客人吃完以後 實在是太好吃了 對對對 你每天都在買那個南瓜 可能就剛好有 他就要買回來對不對 對對對 我在這裡要基於一個公平公正報道的立場 我想要問的是 就像我們買衣服一樣 穿在模特兒身上很好看 我帶回家我一穿就不行怎麼辦 看會不會找你算賬 為什麼我煮的不太好吃 對 這也是另外一個計畫了 是嗎 在家吃飯我想做食譜 嬌嬌嬌嬌 可是那個好像有點難度 對 好今天王正浩先生 聽到的菜一步 怕想要休息就對了 開餐廳做農夫 就要再關通告 受訪問 現在還繼續其他的夢 繼續在發夢中 對對對 只要能賣菜我什麼都做 只要我的菜能賣得出去 我什麼事都做 這句話就當作 這集專訪的標題了 只要能賣菜我什麼都做 對對對 謝謝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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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市集 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今天介绍的是由王健浩卓协三两个人 在云林开的海参食堂 这家食堂他们支持在地农产 支持友善耕作 其实除了把时间花在田里 花在餐厅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梦 就是要成立农产直销所 郑浩先生 请你介绍你的梦想中的农产直销所 是什么样的模样 他可能就是一个据点 所有农友每天可以把他自己的农产品 采收农产品过来自己上架贩售 他要自己盖好 还是要我们帮他盖都好 如果这些食材到了比较晚 如果他这边卖不掉 可是他的量跟品质都还不错 可能就可以寄到果菜市场 如果还有一些零散的 如果真的不够 就是可能也没法成香的 就会送到店里面就把它给消化掉 那一般来讲 现在其实很流行农民市集啦 可是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一个很大的概念就是 你在整家做农民市集 基本上可能一天没一千块啦 这样来台北有没有 希望广场有没有 一天没两三万这样啦 为什么我们这个产地的东西 在产地反而卖不出去 你当然就很想去推广这种 地产地销这个概念这样子 其实地产地销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你的生产者 跟你的消费者距离够接近 我就算有拥油了 我在拥油也会比较小 因为吃到我的菜 可能是我的孙子 我们家边家边 我们什么人 就算我是用盥型的 可是我也会遵守一些安全用药 一些更特别用心的去做这些东西 当你的生产者跟你的消费者 距离越接近的时候 那个食物真的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感情在里面 所以你的农产直销所 你推估可能实现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50年后 不可能啦 很快吧 其实现在的海参食堂 几乎也就是某程度的农产直销所了 对 可是它那个销售量其实真的非常的 老实讲真的非常的少 那在大家看起来可能就觉得好像在搬家加酒一样 因为第一个可能贩售品项也没那么多 因为还买的不多 那感觉上有点像是可能我今天有来接受采访 然后有听到了 那可能来卖个两三个礼拜的菜 大家都听到会来买 买完以后又没了 对 所以它其实不是那么一个稳定 不过大概是一个 你会觉得说它还是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这样子 不管是说它是不是真的经营上有那么成功 这样 对 我看到网路上有人到了海参食堂 回来之后发了部落格 就分享就拍了你们家的蔬菜专柜 他有秀出你们写的一个小标签 文字说明说 当天采收地产地销 少量多样购买 冬瓜太大可以切 待客屠宅 待客屠宅什么 比如说你那个花椰菜真的不会切 我就把你切花椰菜 花椰菜叫做屠宅 对 好 而是上面有虫 我可以把你把虫抓掉 太可爱 你当时师傅都已经不够忙 你叫一帮客人挑菜专 对 还有这上面还著名 不卖隔夜蔬菜 傍晚五点后 剩下的菜都会煮 煮掉 就是我们餐就会把它用掉 是 然后里面有菜虫 所以不算素食专柜 对 太可爱了 谢谢海参食堂老板 胡麻鲜菇铁板烧 总共有三十多种 那还有你看到他那个 要是咖喱鸡块火锅 你已经看到他上桌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会发现 这老板怎么没有把菜装好 因为很多东西都几乎要满出来 所以不是他不小心 是他故意的 晚餐的时间也到了 所以如果想听到更多农村的故事 可以在网络上搜寻 迷你之音 稻米的迷 我们下周一傍晚五点二十分 再见 谢谢剑浩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